Hello大家好,我是土豆 今天我们来开封宝可梦最新弹的卡牌 今天是10月21日 正好是Paradigm Toriga 直译的话是范式班机 然后繁体中文是思维激荡 我们来开封一下 这个就是在我们家楼下的一个卡牌店买 然后有送这个宣传用的卡 Promo Card 还有这个本体 然后顺便还领了一下 剑盾的这个异色无极泰纳的序列号 一会也可以领一下 那我们来开封吧 我们先开这个 这一共是30包 最后再开这一张 这个里头好像也有洛奇亚 是这一弹的重头型 好了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开吧 因为这次是抽选贩卖 我们一共抽了四个 两个亚马逊的和两个楼下店铺的 然后每个人只能抽一次 我们抽了四次 然后只抽到了一个 所以说我们这次只开一盒 好 万众期待的第一包 全是平卡 哇 东东鼠 这个好可爱 皮卡丘 这个好像可以组成一个四个电老鼠的卡组 虽然没什么强度 但是看起来很好玩 下一包 这终于有一张这个support的卡了 这一张的ISR的话 好像还稍微值一点点钱 因为这一次卡包里面的这个叫什么 训练家卡大部分都不是特别好 重头戏还是在那个怪兽上 出了是安农的威斯大 并不是特别开心 因为还是想抽洛奇亚 但是既然出了 那就先把它留住吧 可能有价值的先保存起来 好 阿渡 森林的封印石出了 这张卡的话效果特别好 然后是一个装备卡 但是它有这个可以使用VSTA能量的自带特性 可以从这个牌组中任意来检索一张自己喜欢的卡 特别好 对于那种VMAX的卡组不太使用 VSTA能量的卡组 这张几乎是必放的 出了一张 这张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希望还能再多几张 不小心看到后面 是龙柱的V 为什么不是路奇亚呢 直接收起来 这也是一个比较就是什么未来可期的一套卡 在这逛街 Unknown的V 这下子安农是起了 未知图腾 它这个V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技能还是挺有意思 使用这个招式的时候 如果自己的奖励排区只剩一枚的话 直接获得这场对战的胜利 特殊胜利的一张卡还是挺有意思 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汪汪的尾巴 啊 安农的SA 这是异化的安农V 啊已经戳到异化了 已经很不错了 啊 你看这两张是不一样的 嗯 让我们暂时先查一下价格 在这个梅鲁 美鲁咖利上查的话 目前是 6999有卖出去的这张 哇一下子就回本了 希望有人要 这张的话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用评卡就够了 然后像收集给收集党的话 可以卖出去 然后可以再买几盒 一下子就回本了 咱们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可能 这是剩下的另外一把 很开心 但是还是没有抽到 那个洛奇亚和电柱子 啊 这张新能量 洛奇亚V 哦好帅啊 这张 虽然不是SR 但是他这个本身的这个质感已经很棒了 超漂亮 然后这一次的新盒主要就是最受期待的就是这个洛奇亚的新的轴启动还是非常快的 希望一会能抽到一张VS的啊 斯自娜这张SR就值钱了 啊 这叫什么来着 不利嘎龙 然后这张卡的话就是一种反商 反商怪 感觉我的话好像用不到 然后后面是一张翻用卡 效果 效果没有很强力 但是因为是翻用卡 什么卡都可以放 啊 啊 这叫始祖大鸟 这个是洛奇亚 VS大轴里的 另一枚 可是很重要 他是用洛奇亚VS大可以把墓地中的这个无色宝可梦直接招出来 可以无视这个进化关系 然后他的话可以从自己的牌组中拿两张特殊的能量随意的加到自己的宝可梦上 很强力的 但是我还没有抽到洛奇亚VS大 那他就把洛奇亚VS大是一张未来可泣的 刚才说的是一个是龙柱子V的进化 他的特性的话倒是一般是堆墓的 他这个呃 第一个技能 流木索 龙无双 可以拿自己弃牌区的一张龙宝可梦的任意一个技能来作为这个技能使用 也就是说通过堆墓将一些特别强力的龙系宝可梦堆到墓地里 堆到气牌区 然后可以使用他的技能 还是很强的 不过现在好像龙宝可梦并不是特别的多 或者说强力的不是特别多 就是很未来可泣的一张卡 啊快龙 这张快龙的话就可以 可以配合这个这个龙柱子来使用 他的这个下面第二个技能还是需要很多能量的 而且是一个水一个雷 然后他的效果是紫 将自己呃卡组的三张基本能量 可以随意的摆在场上的任何宝可梦上 还是很强的这个能力 180的打点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弱化版的阿尔宙斯 阿尔宙斯威斯大的技能 还是很强的 最后三包 好 这是这次的新的宝可梦 是跟这个化石 宝可梦相关的 然后属于抽歪了 为什么没有洛奇亚威斯大 为什么没有垫柱子 最后一盒 最后一包 没了 就这些了 还是比较值的 这是这一次开卡的收获 有一张这个异化的 SR已经相当满足了 虽然自己就用不到了 很有意思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下次开卡视频再见 拜拜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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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一张这个普罗莫胸卡都没开 我们来开最后一包这个 看看会出什么 摸的感觉是平卡 怎么办 没有中 是泄米 哈姿勒 再见